好的,这节课我们讲怎么使用我们这一章所学的技术来画一条正弦曲线 那首先我们知道的是在Qt里面并没有现成的函数帮你画什么正弦曲线、余线曲线或是什么切线 对吧,所有的这些画法需要我们自己来完成的 也就是提供使用它这些最基本的函数 画点画线、画什么曲线之类的这些基本的函数来完成我们的曲线的画法 好,那我们想一下怎么样用Qt来画一条曲线呢 好,那在数学里面我们来看一条曲线的时候其实有两种视角 第一种视角就是你看一条曲线的时候可以把它看成无数个点组成的 对吧,这无数个点紧密链接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无数个点给画出来 那么呢,也就可以把这些整条曲线呢,画出来了 是吧 那么这么说来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我从头给大家找一下吧 在这个Qt的文档里面,All class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找Qpenter 好的,找到这个Qpenter点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它的这些函数 好,Jowline呢,我们现在不使用 因为我们把它看作很多个点 所以我们应该使用Jowpoint,对吧 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把每一个点呢,给算出来 然后描绘出来 最终呢,就形成一条曲线了 那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可以把这条曲线呢 看成无数个线段组成的 这样也可以,对吧 把无数个极小极短的线段连接在一起呢 也形成一条曲线 好,那我们这节课呢 所采用的画法是采用这种线段的视角 也就是呢,我们计算出很多小的线段 然后呢,把它们画出来 首尾相连 然后呢,就形成了一条曲线 那曲线的说呢,是一条准曲线,对吧 因为完全的曲线你是做不到的 只能做出来一条近似的曲线 好的,那为了实现这个曲线呢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们在Test11.8a这个项目里面来看一下 我们创建一个afsign的一个类 表示将要画一个sign曲线,对吧 计算于qframe 当然了,你也可以计算于qvidit 这个都差不多 只是qframe呢,是间接积成qvidit 好,我们将在这个类里面来实现这个画图操作 那画图毫无疑问啊 那就是重写一下这个pant event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嘛 是吧 好,大致的代码结构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不用担心 我待会呢,会细致的给大家讲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主窗口里面把它加进来 这个我们大家应该是会了吧 就是在这个主界面里面 你拖一个frame进来 然后呢,再promote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操作呢,我们在前面的几节里面已经讲过了 那最终呢,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下面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我们的if sign这个类 好的,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实现的细节 那么你要画一条曲线的话 那么呢,首先我们觉得应该是先定一个坐标系 好,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坐标系 就是这个qt的窗口坐标系 窗口坐标系这样的 它的原点呢,在左上角,对吧 然后向下,x增大 比如说这样呢,向下是y增大 向右呢,是x增大 就是很坐标,重坐标 但是我们,如果你正在学数学的话 我们发现呢,数学里面坐标系一般是这么定义的 向右是x增大 向上呢,是y增大 对吧,这个y方向呢,和这个gy的坐标呢,是相反的 好,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需要做一个坐标转换 对于一个gy坐标系来说呢 它的左上角是原点 就是这样呢,是00 然后呢,x向右增长,对吧 向右增长,向右的时候呢 这x会逐渐增大 向下的时候呢,y会逐渐增大 对于一个数学坐标系 我们呢,把这个中心设置为原点 向右呢,增长 然后,向右是x增长 向上是y增长 所以呢,y的方向呢,是变了的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f3这个里面呢 填下几个凯数用来坐标转换 首先呢,origin origin这个凯数呢,用于获取这个坐标原点的位置 那么,这个坐标原点的位置 我们应该定义在这个中间这个点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origin这个凯数怎么实现的 origin这个凯数呢 就是用来获取这个坐标原点的位置 我们呢,取得整个窗口的坐标 然后呢,取得它的center中心这个点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转换凯数 to和from to coordinate呢 是表示把gy的一个坐标点 转换成坐标系里面的一个点 from coordinate呢,则是反过来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 怎么说呢 你有一个坐标系的一个点 比如说11吧 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就想知道它在屏幕里面 在对于屏幕来说 它应该在什么位置 你就用原点为例吧 原点00这个位置 我们看这个凯数 原点00这个位置 或者它在这个坐标系里面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GUI 这个窗口里面是一个什么样位置 我们呢,使用这个from就可以 也就是把一个 你的数学里坐标系的一个点 转换成实际 我们要显示的这个位置 就GUI里的这个位置 好,这是反过来转换的 好,那这个转换算法呢 就没,无所谓了 就是对你来说呢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只是你计算一下的相对差距 然后呢,由于Y坐标是一个相反的嘛 Y增长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把它给颠倒一下 这一行 那这个细节呢 由大家下去细细体会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里面呢 就不再给大家讲了 好了,那有这个三个工具函数吧 原点坐标 坐标转换 那么我们下边呢 就可以来画图了 在这个pand event里面 我们就是怎么说呢 先画一个背景 这应该是背景色黑色吧 对吧 我把背景呢 设为黑色 给大家来看一下 刚才呢 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 背景图为黑色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中间呢 画一条线 这个Y坐标 我们好像没画出来 现在我们画一下 你看 横坐标中间线已经画出来了 对吧 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把Y坐标呢 也画一下 这是 X轴吧 然后呢 我们把Y轴呢 最后也画一下 这样呢 大家就好对照了 Y轴的坐标 我们从上往下来画吧 上面呢 就是 你看 我们先取得坐标圆点的位置 O 然后呢 我们再取得 O O 点 X 对吧 然后上面是0 然后呢 我们再 O 点 O 点 X 然后下边呢 是 Hide 好的 我们把Y轴呢 也画出来 这样会好一些 是吧 这样呢 大家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好的 Y轴也画出来 X轴也画出来 这个是中心点 下边呢 我们就画右边半个的这个 曲线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先从这儿Return一下 看看前面画的结果 也就是后边这个代码呢 我们先不看 你看 现在我们已经背景黑色 横坐标 纵坐标都画出来了 现在呢 我们现在以中心远点为开始 然后向右伸展一下 画出又半个曲线 那怎么怎么画曲线呢 好吧 我们就是 构造出无数个 不能说无数个吧 很多个线段 然后呢把它连起来 首尾相连 P一边起点 P二边终点 然后呢 一次轮 一次呢 把它画出来 那这段代码呢 就能够把右边半个给画出来 好 再来看看 好 把这Return给缺点 我们现在向右伸展 你看 从这儿开始 大家在这个图上呢 也能够大致的看出来 这个所谓的曲线呢 其实这个准曲线 是有很多个线段 连接在一起的 只是这个线段 比较小 比较密集嘛 所以你 总体上连接起来呢 大致的是一条曲线的样式 那怎么画这个曲线呢 我们就算呗 用一个放循环 向右一次增长 每次呢 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值吧 比如说增加1 我们把这个grant呢 升至为力度 比如说我们每次呢 以一个单位往上增长 然后 算出来 x就是y值 公式呢 就是y等于sinx 对吧 这数据公式应该明白的 好 我们现在算出来这个横向的偏移 把它换算成一个角度 然后呢 我们再定用这个 算出来对应的y值 好 我们就得到第二个点了 那我们把第一个点 p和第二个点 连接起来 就共生成条线段 然后画一条线段 画完线段之后呢 我们再p等于pr 然后再下一个循环 就一次向右延展 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画成了一条 这样的 右半格的三曲线 左半格怎么画呢 一样的 那我们就直接呢 在下边 把这个坐标呢 坐标的y值呢 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x值和y 因为它是轴对称的嘛 所以我们就这么来搞一下 做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你看 我们先把这个坐标呢 换成轴对称的那个点 就中心圆点 减击它 然后呢 再把它换算成 GOR里的窗口坐标 那这样呢 就完成了一个画图的功能 对吧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控制一下 它这几个参数 比如说周期 也就是横向的一个周期 对吧 这个周期呢 我们用一个参数来表示 就是在这里 有一个抽烟变量mperiod 周期grand 力度radius 是那个振幅 那这几个参数呢 都在这个pand event 这个减数里面有调用的 比如说这是周期 对吧 这样呢是振幅 这样呢是力度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减数来控制它 这是这个adjust的这个减数呢 是给外界来使用的 就给调用者来使用 来控制这个参数 那当外部呢 设置参数之后呢 我们点update 重划一下 对吧 那好的 那这样呢就行了 那至于这个 怎么样来响应这几个空间的事件 那就是信号槽的基本概念了 这里面就不用再吸收了 比如说我们设立一个slot 那在这里面呢 connect一下 对吧 把上面几个空间 connect一下 就是当它的值 这几个 这几个空间的值 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要重复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这节课讲这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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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